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眼科医生李俊 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糖尿病会引起多少种眼睛的问题 糖尿病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全身代谢性的疾病 那主要的病理表现就是我们血管里流糖的血液 含有的葡萄糖含量增加了 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营养代谢都需要血供 那我们眼睛这个器官也是不例外的 所以说糖尿病对眼睛的影响应该是从前到后各个层次的组织 都会受到长期慢性高血糖的影响而引起相应的眼睛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对糖尿病患者视力影响最严重 生活质量影响最明显的五种糖尿病的眼病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也就是说糖尿病的眼底病变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糖尿病在眼部的并发症 因为它引起的是糖尿病患者不可逆行的失明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目前已经是全世界范围内 40到60岁有工作能力的人群中导致失明的第一大疾病 这种情况可能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 长期慢性的高血糖会导致血管壁的破坏 因此视网膜的血管就会出血渗出 甚至导致视网膜脱离 这些情况都会严重的影响患者的视力 经过治疗以后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绝大多数都是不可能恢复原来的视力的 第二个就是白内障 白内障也是影响患者视力的 但是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所区别 目前对于白内障的治疗手术技术比较成熟 所以大多数患者在经过手术之后 由于白内障而导致的视力下降 视力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白内障大家都知道是老年人容易发生的疾病 而如果合并了糖尿病 白内障发生的就更早 进展的也更快 但是如果血糖控制的不好 无论什么年龄的糖尿病患者 都有可能发生白内障 当然不管什么年龄发生的白内障 治疗就是以手术为主 第三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发生红膜炎 所谓红膜炎就是眼睛里面 有白细胞这样的炎性渗出 长期慢性高血糖对血管壁的破坏 就会导致白细胞或者红细胞 容易从血管壁渗漏出来出现红膜炎 红膜炎在炎症活动期 也会对患者的视力有一定的影响 第四就是肝眼症 糖尿病患者发生肝眼症的比例 是高于正常人的 由于慢性高血糖 对结膜和角膜上皮都有影响 所以眼球表面总是干燥不平滑 常常会出现眼睛膜红 会有经常流泪的表现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 角膜上皮的愈合能力是下降的 所以一旦有了一个小的缺损 更容易激发细菌感染 导致角膜溃疡 所以糖尿病患者做眼科手术 也容易出现切口闭合延迟 激发感染的问题 第五个糖尿病在眼睛上表现的问题 就是成年人突然出现的邪视 平常的表现就是呢 两个眼看东西不平衡了 单独捂上某一个眼看 都是可以的 但是两只眼同时看 就会有重影头晕的表现 没法走路 看东西呢高低不平 下楼梯的时候非常容易摔倒 病人就诊的时候呢 往往是挡着一只眼来的 因为两个眼同时看 他非常难受 这个问题呢 主要是由于眼睛的一条 或者某几条肌肉 突然出现了麻痹 虽然表现在眼睛上 但是它的病因呢 往往是由于脑血管的缺血而导致的 以上这五种糖尿病 眼病 临床上都是挺常见的 虽然说治疗各有各的方法 但是它们共同的治疗就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要好好控制血糖 只有血糖控制好了 这些并发症才能晚出现 或者是不出现 除了控制血糖 还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要定期复查 每年的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检查眼睛 尤其是眼底 只要早发现早治疗 治疗效果还是肯定的 可以对患者 视力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降到最低 大家下午好 我们今天下午呢 继续带大家读这本 康景轩教授所写的书籍 叫做吃出健康的智慧 昨天我们给大家讲到的这个章节呢 是自由基和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的关系 今天下午我们讲的这个章节是 自由基与心脑血管疾病 其实为什么会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一点 就是当你的血糖高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的眼角膜的上皮细胞 不容易愈合 我们有了糖尿病之后 当你血糖高了之后 你的皮肤不容易愈合 所以很多时候糖尿病造成的坏剧 或者糖尿病造成的糖尿病足 就是一个大坑 一个大的伤口 永远都愈合不了 其实看到这一点之后 就会让我们理解 只要我们血液当中含有着比较多的糖分 这样都会造成我们身体当中的糖的愈合能力的减弱 好在这里边我们看一下这个书当中所写的这个章节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与自由基当中 康景欣教授写到了一个什么观点 血管内壁的内伤是冠心病的源头 我们跟大家讲过 血管内壁的内伤一定不是我们血管可以从两方面受伤 一个是外壁受伤 这就是蚊虫钉咬啊 或者说一些什么刀片的划锅啊等等 从外边带着的受伤 而我们血管内壁的受伤来自于什么 大家看到没有 包括干油三脂 党固醇 还有自由基 自由基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说糖分 当你吃的这个含糖量过高的食物 糖所造成的这个糖化反应 还有慢性炎症所带来的自由基反应 这都是前两天课程当中给大家讲到过的话题 这样的一些物质的存在 它会在我们的体内 来看到没有 自由基会氧化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看到过一些脂肪物质的氧化 比如说猪油 猪油在空气当中 如果你不放在冰箱里 你放在空气当中 时间过长之后 它会产生一种 我们所谓叫做哈拉味 这种哈拉味的本身 这种油耗味 这就是一个我们自我氧化的一个过程 这种氧化物质 来在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一点 它能够破坏我们的细胞内壁 引起什么细胞内壁的肿胀和破损 我们跟大家讲过 肿胀就是炎症的一个非常常见的因素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 眼睛里边密布着什么 红血丝 红血丝是什么 红血丝就是你的血管的肿胀 我们会发现很多人脸上也能够有红血丝 这同样是你血管的肿胀 还有什么 我们能够看到肩膀上所出现的这种淤血 那么这种淤血本身 这也就是我们在出现炎症之后 胀 痛 肿 等等的诸多原因 所以我们要理解的是 血管内壁的这个肿胀 它不会造成你的这个痛感 不像我们的眼睛里边 它的这个红血丝 我们什么时候会出现的比较多 熬夜的时候会出现的比较多 对吧 还有呢 就是我们当你的自身的红血丝 一旦出现之后 我们会出现什么 角膜炎等等的诸多问题 其实这样的问题 角膜和我们的这个眼睛内部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里只要发炎了 我们身体当中就会有这个问题 那么肝病肝脏本身 就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 也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器官 中医所说的叫肝开窍于目 肾开窍于耳 其实这都是让我们要慢慢的去理解 通过外在的表现 是能够观察出来问题的 我们说睡眠的最大作用 按照现代医学的理解是清除我们体内的垃圾 而按照中医讲睡眠的最大作用是什么呢 让肝脏回血 肝脏回血也是一个表达清洁作用的一个过程 而我们所说的睡眠不好会伤肝 其实伤的不是肝脏 伤的是你整个血液系统的一个自节能力 好我们再看这本书里面写的第二句话 某些脂质会在自由肌的作用之下堆积在受伤的血管壁上 形成了动脉周样硬化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了我们所说的低密度脂蛋白之外 还有一个指标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的 它叫什么呢 它叫做极低密度脂蛋白 极低密度脂蛋白的作用是什么 极低密度脂蛋白其实就是一种被氧化的脂蛋白 看了这个文章 大家就都知道 为什么你们在跟我反馈说 我的低密度高 这是不是问题 低密度高不一定是问题 当我们给很多脂肪肝的患者确定治疗方案的时候 他的肝脏里边的脂肪需要向外输送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循环变成水分变成氧气 我们的脂肪其实是被变成了水分变成了氧气这么消耗掉的 所以你的低密度高是肝脏的脂肪在向外输送的过程 不一定是个病理反应 可能是个好事 但是问题在于你的这样的一些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被氧化了 如果它不被氧化就沉不到你的血管壁上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过 最简单的方式是看什么 看你的低密度高不高 还要看你的高密度高不高 低密度也高 高密度也高 它回得来就不会有问题 而你一旦低密度高 那么你的极低密度脂蛋白也高 那么这些证明它被氧化了的物质 才是造成我们身体的隐患 我们再三给大家描述过 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 这里边做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形容词 大家看一下 动脉硬化是某些脂质 在自由基作用之下堆积到了你的血管壁上 硬化的不是你的动脉 硬化的是你动脉里边的这样的一些增生的物质 这样的一些斑块类的物质 所以说我们再三的给大家讲过 这样的一个流程是什么 你先因为身体出现了慢性的炎症 那么你的血管壁上出现了破损 血管壁上出现了小溃疡 但是你的身体没有疼痛感 你不知道 但是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身体一旦产生了溃疡 血小板就会过来 它要愈合这个伤口 我们的胆固醇也要过来 胆固醇要帮你生成脂肪 你的脂肪就是细胞膜 要把它生成这个细胞膜 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运速胆固醇过来 其实是来干活的 因为你这里边有了一个溃疡的破口 血小板过来是要干活的 但是当他们干了活之后 在这里面就形成了一个 有细胞膜 有血小板的这样的一个凝结结构 而且当你有了溃疡之后 我们的免疫系统也要过来干活 干什么活呢 要把这个环节的炎症 做一定的杀灭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形成了一个斑块 而这样的斑块 它会造成我们血流速度的减慢 因为它变得不平滑 这会儿我们人会采取另外一个自救措施 我们的上皮细胞会长到这个斑块的上面来 所以在我们看很多切片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这个斑块怎么长到了血管壁的里边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你先有了溃疡 它长了一个斑块来修布 修复的过程没有修复的完全平整 形成了一个斑块的结构 就是我们地板上已经开裂了 开裂的时候来修的时候 在这个地板上打了打补丁 这个地板高一块 但是这个地板高了之后呢 它不平整 我们的上皮细胞又长了出来一块 盖到了它的上面 这才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周样斑块形成的一个整体的过程 来我们再往下看 在这本书里边也谈到了 这些被氧化的沉积在这里的还要让学小版的聚集 那么这会儿它又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大家要理解的在严正反应之下 我们为什么要控制血糖保持在一个低水准 大家要记住 我们我们现在所给出的很多很多的方案 这次包括疫情 我想对很多人有一个启示 你会发现专家的说法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为什么我们从刚开始的时候 就对这样的一些认知上会产生一个我们独立思考的认知 因为在我们看来保持一米距离 甚至保持所谓的戴口罩通风等等的这种习惯 在防疫上都不是重点 在防疫上唯一的方式唯一有效的是你的免疫力 我们跟大家讲过我们的一个直播小助理 这两天也出现了杨的这种症状 他每天跟我们在直播室当中工作 我们的直播室不开窗 我们的直播室还要挂着窗帘 而且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我们直播间的两三个人 每天要在这里待四个小时以上 而且关着门 空气也不是很流通 彼此又不会戴口罩 但是这个小助理身上的 就是他产生这个羊的一个病毒反应 但是没有影响到我们 所以说你说一米距离有用吗 没有用 那么通风有用吗 没有用 就是我们符合所有的传播条件 但是在我的身上就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其实大家就能够理解了 我们看待所有的问题 抓的是重点环节 你只要是把身体的免疫力调整好 身边谁羊也好 谁怎么样也好 我不在乎 跟我没关系 我能管的就是我自己的免疫力 我通过良好的睡眠 通过运动 通过休息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会发现 2019年曾经给大家讲过 泡澡有助于抗病毒 也在这个社会上引起了很多的奇异 说泡澡的温度杀不死病毒 不是这样一个道理 泡澡的环境之下 是加速你的血液循环 加速你的血液循环的这个过程 让你的身体保持着一定的热度的这个状态 这是一个抗病毒的方式 而不是说让你的洗澡水去烫死病毒 不是这样的逻辑关系 所以很多我们的诊疗方案 我们给大家建议 是通过自我免疫和自我修正 去把它传递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要理解了 我们发现的动脉中央硬化 里边有胆固醇 所以很多患者就是 哎呀我不能吃胆固醇 我不能吃这个油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会发现最终的逻辑在于哪里 你的血管壁上不要有斑块 你的血管壁上不想有斑块 就不要有这个溃洋面 所以刚刚大家能够在视频当中所听到的 那么我们所吃到的这样的一个 你血糖过高 你的脚膜恢复 你的包括眼底病变就要多 所以说日常的饮食造成了糖多 自由基就多 睡眠不好 自由基也多 那么食品添加剂多 自由基也多 其实大家脑海当中 有了自由基这个概念就知道 我的饮食方式 我的抗炎理念 就来自于对自由基的清楚 好我们再往下看 在这个里边又谈到了一句话 自由基的突然大量增多 引起什么 血管痙磷收缩 从而造成血流不差 器官缺血 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会出现自身的这个高血压 糖尿病 甚至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要控制自己的大悲 大喜 熬夜 等等的诸多习惯 只要是人的情绪 为什么千万不要恐惧疫情 为什么 你恐惧的这个过程就是自由基大量释放的过程 很多的时候人不是被病毒打死的 人是被自我恐惧的一个心态被怕的这个心态所打倒的 因为这种情绪一旦起来之后 你身上就是一个自由基的产生和释放的过程 所以在任何时候保持平和的心态 相信自己 因为有一些人会担心自己的孩子 有一些老年人会担心自己的身体 又会担心儿女把病毒带回来 就是当你们的情绪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之后 其实很多时候会造成自己内心的自由基大量释放 所以相信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健康方案 对于自由基的控制 只要是把身体的严正指数控制住 不让你的身体出现严正风暴 对于我们的很多伙伴来讲 今天周五明天周六周日 我们的很多伙伴两天的时间就完全会没有问题 这就是日常的习惯 日常的情绪管理 日常的健康认知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好我们再往下面看 我们跟大家讲过一句话 糖尿病的基础是什么 糖尿病的基础也是慢性炎症 那么好 糖化 因为生活当中的吃糖量过高 糖化会造成自由基的增多 但是像自由基这样的一些炎症因子 它的反应出现在血管壁上 你叫做什么 你叫做心脑血管疾病 当这样的一些自由基的致病因子发生在胰脏细胞上 让你的胰脏细胞出现什么情况 无法成熟 或者各造死亡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个问题 大家看到了胰脏 我问你们一句话 如果同样的一句话 我把这个胰脏换成了甲状腺 我们看一下这句话 倘若自由基等致病因子引发的内伤 发生在了甲状腺 致使甲状腺细胞无法成熟 或者说成熟过度 就会使甲状腺的分泌变得不正常 那么甲抗甲减桥本的产生 也就成为可能 理解了吧 为什么我们会说 纯净生活抗炎自救 是解决所有疾病的基础 但是在这里边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句话 我们的胰岛细胞之内 有专门清除自由基的系统 这也就是我们普通人 不是说吃糖就会有糖尿病 普通人吃糖没有糖尿病是什么呢 因为你吃糖带来的自由基反应 被我们的胰岛所清除掉了 所以正常细胞不应该受到自由基的侵害 当你们现在有了症状之后 它首先证明了一点 你的免疫系统失去了平衡 那么免疫系统失去的平衡是什么呢 免疫系统失去的平衡 就是我们一直所讲的 免疫系统这个东西太低了 你会被病毒被细菌所侵蚀太高了 免疫系统会攻击我们自己的细胞 你会发现在这里 你会看到一点没有 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来清除自由基的 但是当你的免疫系统过于旺盛的时候 他在清除自由基的时候 攻击了你自己的胰岛细胞 大量的自由基聚集在胰藏 那么他们在攻击胰藏 就是我们会发现 有了二十几个小偷 进入了一个二十几个强盗 进入了一个城市搞破坏 但是呢 我们的免疫系统原本的反应是什么呢 二十几个强盗 好 派五十个警察过来 就可以把这二十几个强盗清理掉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吗 但是 你的免疫系统反应过度 二十几个强盗在城市里边搞破坏 他扔了一颗原子弹过来 这二十个强盗是不是没有了 没有了 这个城市也被破坏了 我们所谓的免疫机制的紊乱 就是他不知道我应该派多少人 一个稳定的免疫机制是 我要分析这二十个人的构成 这二十个人是由二十个退役特种兵组成的 好 我们就要派我们的海豹突击队 不是我们不叫海豹突击队 派我们的特种兵不对进来 如果这二十个人是穷凶极恶的歹徒 是一些亡命图我们要派武警过来 如果这二十个人就是一些乌合之众 我们可能派二十派三十个警察过来 然后把他们搞定 所以免疫系统的指挥稳定性是要根据破坏来匹配 他的清除能力 这样的话不会造成清除过度 这就是我们正常人 那么很多免疫系统功能紊乱的人 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些都和食物不耐受相关 食物不耐受看似影响不大 它就是在你的免疫系统附近 叫做冷枪冷炮 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正面战争 但是我在你的兵营外面一会儿一枪一会儿一炮 冷枪冷炮的洗扰 这样的话让你的免疫系统随时保持着一个高紧张状态 那么高紧张状态的免疫系统就容易产生这种矫枉过正性的反应 为了清除20个我们的这个强盗 我们派了两个团的人进来 两个团 而且开着重装甲 开着坦克 或者说开着什么样的一个什么可能重大的设备 那么这样的话对整个城市造成的破坏 甚至比这20个强盗还要强烈 来我们看下面这句话 这样的一些行为 大量的自由机聚集在长道 那么调动了我们的免疫机制反应 一起又破坏了胰岛细胞 那么影响了我们胰岛素的分泌 引发了叫做什么呢 一型糖尿病 那么所以说而自由机对转移血糖和肌肉细胞的损 就是我们的血糖和肌肉是血 这个我们的肌肉和脂肪是血糖的载体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生活习惯 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我今天的中餐 大家看到过我的早上的餐后血糖基本上是在多少 5.0左右 但是我的中餐之后 我中餐会故意放大碳水的量 会放大这个汤的这个量 但是你会发现我的中餐之后的血糖 我会把它放到多少 我连续几次给大家看我的中餐之后的血糖都要到7点多 为什么我要把中餐的血糖放到这么高 因为3点半会进入我的健身时间 健身时间我们的肌肉的运动需要大量的糖 好我们看完这个之后 我们再看这本书这个章节 我们快找一下 快到 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很多的自由肌 它的影响除了来自于对你的胰脏的影响之外 还会什么呢 还会让我们的肌肉 让我们的脂肪使用血糖的能力得到影响 所以万病源于我们的内在炎症 万病源于我们的自由肌反应 而我们所说的AKG水飞剂 甚至我们所说的抗氧化 我们所采取的综合的饮食方案 就是一个让你的体内 甚至为什么保持良好的睡眠 睡眠是一个清除自由肌的非常重要的过程 我为什么还要保持每天两到三个小时的基础运动 运动也是清除自由肌反应的过程 我们的目的是要什么 让糖让血糖被肌肉所用掉 因为这样的话 它就没有这么过多的余量去产生自由肌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再用利用什么呢 利用我们的一些AKG水飞剂这种产品对残余的一些自由肌做一定的清除 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们自己的身体进入到什么场景 进入到纯净生活 抗炎自救 当你的身体没有炎症 你的血管壁上不会出现这种破溃面的时候 你永远不用担心心脑血管疾病 当你没有自由肌 你没有这样的一些过多的这样的一些肺料在体内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胰脏不会出问题 那么我就不会有糖尿病 我的肝脏不会出问题 我就不会出现自损性肝病 那么我不会出现什么慢性的肾病 我不会出现甲状腺疾病 我也不会出现什么老年痴呆啊 什么炉内的神经性反应啊 等等的诸多问题都不会出现 自由肌漫游全身 它对任何一个地方产生的炎症性攻击都是致命的 我们纯净生活 抗炎自救 为什么说一种方案能够针对所有的疾病 就是清除你的体内的垃圾 让你的肝脏能够清除自由肌 肾脏能够清除自由肌 那么我们想一下 你的胰脏也好 你的肝脏也好 它为什么清除不了自由肌呢 就是因为你给它的负担过重 我们说肝脏它自身有着强大的一个修复能力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一会儿给它酒精 一会儿给它脂肪 一会儿给它糖 你一会儿给它化工添加物 来就像刚才我们下面这个文章所谈到的 多环方精亚硝胺是致癌物 但是这样的物质在体内也会先变成什么 先变成自由肌 才会对身体起作用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来 为什么让大家避免有炎症 任何的一个炎症都发生在哪里呢 都发生在我们的上皮细胞啊 免疫细胞啊 淋巴组织啊等等 但是它的过程是什么 都是自由肌通正常的细胞 DNA结合破坏正常功能所导致的 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样一句话 癌细胞产生之后 同样需要营养 其实你会发现 吸肉和癌症的区别是什么 看到没有 如果一个吸肉里边长出了大量的血管 就证明出问题了 因为人体的本能上 不会在吸肉里边给它提供大量的血管的 因为它抢到了血管 就是抢到了什么 高速公路 就是抢到了营养 所以在这个里边 你会发现我们的癌症过程是什么呢 来我们看这样一句话 癌细胞产生了 那么它自己会选择我们的器官组织 然后会生成一些新的血管物质 把自己的兄弟姐妹们 然后聚集到一起 聚集到一起的话 在这个里边 自由基就会起到了一个间谍的作用 所以跟大家讲了很多次 为什么让大家要养成 使用AKG 使用抗氧化物质 服用抗氧化补充剂 服用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些 炎症抑制剂等等 这样的一个习惯 这样的一个习惯 核心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避免癌症 避免身上的可能存在的自由基 所带来的影响 好我们今天呢 关于这一段的先给大家讲这么多 我们呢 来看看大家的问题 因为这段时间的情况比较特殊 所以大家可能会关注一些免疫力啊 关注一些疫情啊 其实大家要关注你自身的睡眠 你自身的情绪 你自身的良好的生活习惯 你自身的抗炎的方案 这些地方在你身边 一切就都不是什么问题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书记的讲解呢 先到这里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嗯� 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